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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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把它寫入到 work queue 裡面 那 queue 裡面的話就是說我們就是用 不管是任何一種 open source 的 牌層或什麼 它就是會去做一些處理 那把這些東西寫到 database 所以我們現在在 GitHub 上面的話就是你也可以用 email 做回覆的動作 那你email 回覆之後它就幫你把它寫到 Github 上面去了 所以你在 GitHub 上面的網站它會看到你的回覆 那首先的話 我們在執行牌層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想到說一定是用 Linux 的 contable 的這個東西下去做排層 這也是大家現在應該是 都有在使用的東西 不管是排層任何東西 就是像一些爬蟲啊什麼 我們大概是用這個東西 那首先看一下我們一般的排層 那一般的排層的話我們可能會去 就像剛才我們去記錄說 記錄說使用者註冊之後 那它會寫到 database 寫到 database 之後你就會去 寫一個 Linux 的排層 然後去 去規律每次每次規律 規律db 那db 規律完之後 你就去做相對的動作 然後做完之後 再把你的那一筆弱的資料 把它改成 off 或是改變什麼值 要當做這一筆 就結束了這樣子 那我們每分鐘執行一次 所以大致上 你會在 Linux 的一些設定檔裡面 看到這種東西 我們寫個 share script 然後每分鐘跑一次 然後這個優點的話就是很容易了解 然後任何語言就是大概都可以實現 那基本上你可以 deploy 到任何機器上面都沒有問題 都是可以跑的 那缺點就是說 每分鐘只能執行一次 然後它會有些 rest condition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你就每分鐘規律一次db 那也是浪費一些 database 的資源 那我們來換個寫法來試試看看 那我們把程式碼改一下 那一樣 我們一樣是用跑壞回圈的話 我們一樣是規律這個語法 然後基本上它是 就是每十秒執行一次 然後你會發現說 這真的是十秒執行一次嗎 然後一樣會產生 rest condition 然後它一樣是 更浪費 database 的資源 那如果沒有 rest condition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說 因為 Linux 的話 就支援到每分鐘排程嘛 那如果你是要用秒來計算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用這樣的寫法就可以了 那就是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該分配一下 處理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 gillman 這一套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然後講一下什麼是gillman 那它就是可以讓你整個 你的task可以做平行處理 然後它會把你做完no-blance 的部分 那基本上它有的最大功能就是 跨language 它的client library 你可以使用press寫的 或physer 或php 或java 或csharp都可以 那甚至是說 你可以搭配 myseql 或是postgrid 的 database的語言 去跟gillman做搭配 那gillman它是什麼去做處理的嗎 基本上這是官網截取下來的圖 那基本上你只要寫的 就是淺藍色那兩塊 中間那整塊就是gillman它整個包掉了 它包含Library Job Server 還有Worker的API 它全部都幫你做好 你只要寫你的client code 跟你的Worker 你要做哪些處理就可以了 我們講一下gillman的優點 第一個它就是前嫌易懂 首先的話就是application拿到一個job的時候 它就開始送job給gillman 那gillman拿到時候它就是去do這個job 然後我們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再來就是跨語言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你是physen 或是physen要跟c做整合的話 那你要透過gillman做python的動作的話 它其實只要透過中間的自傳的傳遞就可以了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就是你有一個application 然後你可能要送一個工作給gillman 那你要叫gillman去處理 那你的Worker的話你可以是用physen寫的 所以這代表著說它是跨語言的 所以兩個physen跟physen之間怎麼做溝通 你可以透過gillman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跨平台 就是可能你都在寫入工作的話 其實Worker它不需要去做啟動動作 也就是說你的gillman的話 你可能你忘記把那個Worker打開的話 你把application的一些它所存的job 然後送到gillman 那gillman先幫你存起來 等到你Worker重新啟動的時候 它就是按照你的 你寫入的task的順序 你會做動作 再來就是即時性 就是你可以拿gillman來做 同步或非同步的動作 比如說你的上傳圖片 你可以丟到背景處理 那你也可以是等到gillman 它全部幫你處理完整之後 你才恢復給使用者 所以它也是可以做到同步跟非同步的動作 那我們看一下gillman的 它整個架構的部署 首先的話 你會寫個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 你可能做一些處理的動作 然後會送給gillman 那gillman的話 它就是 它收到這一筆job之後 它就會去請 你如果有啟動Worker的話 它就會請你的Worker去做這個job 然後它就回給gillman 然後gillman再回給application 就是這個循環做下去 再來的話 你可能你的Worker 你可以執行很多個Worker 所以你application丟下來之後 你的gillman就會按照這個順序去做 就分發給那個Worker 所以你的Worker可以很多個都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 你的gillman也可以很多個 很多個對應到很多個Worker 這都沒問題的 或者是很多的application 對應到gillman 然後對應到Worker 所以結論是gillman它的擴充性非常好 所以你不需要 不論是你要幾台gillman 或是數個Worker 它都是可以整個搭配在一起的 所以application 它只會跟gillman做溝通 所以多個application 不管多出多少的job 所以最終就是由job server 去分配工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synchronous 跟synchronous 首先的話就是synchronous 它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是你application 叫gillman做工作 那它就是一定要等到 gillman有回給它一個response 它才會繼續跑 那這就是synchronous 也就是說這是之前 再來還沒有gillman的時候 大家一定是這樣做 就是上傳圖片 然後背景server 它就是處理上傳縮圖之類的 那synchronous的話就是 你一個application 叫gillman做某些事情 那它做完的話 它就回給gillman說 我做完了 那做完之後 其實application那時候 已經就是已經 早就已經回給使用者說 它已經做好 或是跳到某個页的page 那我們看一下 gillman它的安裝方式 首先的話 它安裝方式 它就包含三個部分 job server 它是用c來寫的 那最早期的話 gillman好像是用perl下去寫的 那後來整個react成c的架構 那這樣的話就是方便 跨平台 然後再來就是client library的話 其實基本上這個php physm 或一些java 那些都有一些client library 那worker library的話 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寫 你寫phpa physm 但是worker library 是整個包在job server裡面 我們看一下安裝方式 那我們看 我今天大概介紹就是ubuntu 跟debian的方式 那ubuntu debian的話就是 用apt的方式做安裝 那send os 跟php的話就是y1n的方式 安裝 那或者說你想要 你想要嘗試一下新版的話 就是用tubble方式安裝 那基本上我都是用tubble方式 去做安裝這個動作 那gillman的話 它是可以work在 myscube 或postgreed 或secureline 或memory cache 這個上面去 那我介紹一下 mySQL的設定方式 那基本上它就是 改一下 etc default 底下的gillman job server裡面 它裡面有一些 parameter的參數 你只要把它全部改掉 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話就是 你買sql table的話 就是你可以指定 gillman underscore queue 這個table名稱 那或者說你 最下面這一行的話 你可以整個拿掉不寫 那它default的話就是 把gillman underscore queue 整個建好 那當然它這個 鍵的動作的話就是 基本上你不用手動鍵 你只要把gillman的設定檔 設定完成之後 你把它重新restart之後 它就整個幫你把table 建在你的database裡面 那我們看一下cl library cl library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pecl的方式做安裝 然後我們裝網 那我們裝網之後就是一樣 把gillman這個 這個打sOrder的字串 然後寫到 那個你的設定檔裡面 那最後的話就是測試一下 你的系統有沒有 有沒有 support gillman 那用php-i 的方式 就可以去測試出 你的系統有沒有 support gillman 那我們看一下 gillman在php的client端上怎麼寫 那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去new那gearman的client 然後我們去用個變數去把它接到 然後我們要去新增default server 就是說你之後就要跟誰做溝通 那我們基本上default的話就是 local host 然後port的話是四七三年 那基本上我要去執行一個job的話 就基本上它非常簡單 就是do normal的方式 那有一個上面你就會指定說 你的job的名稱是什麼 叫做reverse 然後你要給什麼子串 那這個子串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很多種格式都可以 那這個的話就是 讀那麼的話就是 它server還要匯傳資料給你 才算完成 那如果你是要去丟到 背景上去做執行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call 讀背光這個function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寫一下 pageb 的walker 端 這部分的call 那首先的話我們就是去 define walker job function 那define的話就是你可以自己選 就是function reverse underscore fn 然後一個job 那我們怎麼去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有定義說 climate bound可以丟個 hello這個字串 或是丟個apple這個字串 那丟了字串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丟到worker裡面的 前字號這個job這個物件裡面 那我們把這個字串拿出來的話就是 透過下面這個data 然後等於job 然後它物件的key值就是walker road 那我們拿到之後這個data值 就是剛才我們從clar端送過來的值 那walker端的話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你只要一樣 就是new一個gearman walker 那一樣是add server 就是你clar端跟server端的話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去指定說 你要去跟哪個gearman的server做溝通 那當然是你可以很多台都可以設定進去 那首先的話我們就是要去 接下來就是定義哪個function去做哪些job 那我們就定義一個reverse這個function 然後callback function就是reverse underscore function 那這個前面reverse這個名稱 就是基本上是要跟climate那一邊的話是同步的 那接下來就是waiting for job 就是用跑一個wire回圈 那基本上它就是 它就變成一個demon 然後跑在背景裡面 那當然我剛才前面有講過 就是這walker的話 就不小心down掉沒有關係 就可能還是可以繼續把一些job寫到gearman裡面 那gearman把walker整個打開之後 它就繼續跑 那我們也可以定義multiable job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job 你可能處理縮圖啊 或處理email queue 很多job都寫在一起 那你只要一執行worker的話 就是task 同時listen這三個job 那我們可以定義匿名函數的方式去寫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的話就是直接把function 拉出來去做定義嘛 那基本上它也支援anonymous的function 那我們講一下gearman在coigniter上面怎麼寫 那coigniter我寫了一個gearman的library 那其實它就是php把上面剛剛講的一些範例 把整個錢包成一個coigniter library去做include動作 那基本上coigniter的library 就要用spark的方式做安裝就可以了 那我們首先的話就是去設定gearman的server跟port 那我們就是在configgearman.php裡面 那我們可以設定多台啊 這library可以一直增加 那port的話就一直寫下去就對了 那我們在configgearman的client段的話 基本上我們來implement image resize 就是job 那首先的話我們去create個app這個controller 那app control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定義兩個function 就是我們要做縮圖的sync的動作 或跟縮圖的asynchronous的動作 那基本上我們去做sync的動作的話 就是跟我們以前在沒有導入gearman的時候 做法其實很類似 那今天有點不一樣就是說 就是它現在就是跑一個度fire的迴圈 然後我們是請gearman去做 而不是我們以前是configgearman 是直接把整個把程式包在裡面嘛 那基本上這個的話就是把程式跟work的動作 直接拆開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要configgearman 跟work做溝通的話 就是基本上丟個data值 那data值的話 你可以用jsonencode的方式去把它encode起來 這邊有點寫錯了 那jsonencode的方式 encode起來之後 我們在work那邊就要直接把它decode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encode方式的話 你可以去用base64 或是任何方式去encode嘛 因為如果你的資料量很大的話 還是要經過encode的方式來丟會比較好 那我們在client的asynchronous的話 寫法也很簡單 就是一樣是jsonencode 丟到背光的話是比較簡單的 那你就把一樣是把data先存好 然後丟到背光裡面就可以了 那其實它這裡面就是 它直接最後就堵job背光 然後它就是把這個job丟到背光去跑 那我們在CI裡面的話 我們要寫個work的話 我們就一樣也是create一個controller 叫CLI 那CLI的話我們就定義兩個function 一個是image resize跟email queue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 要把它宣告成static的function 因為這樣的話在CI裡面才可以work 那寫法也很簡單 我們去定義這個image resize的話 就是一樣 我們拿到資料 因為我們會拿到一個job的object 那拿到這個job的object之後 我們一樣是從data裡面把 用json方式把它decode出來 因為我們前面的話 看來是用jsonencode的嘛 那jsonencode的話 我們這邊要用json decode 那如果你是用bass64的話 就是也是用bass64去用decode 那CI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函式叫做get instance 因為這邊的話就是跟CI的library寫法很類似 就是應該說一模一樣 因為這邊的話就不能直接用 用比如說前照list的方式去 直接去做呼叫 這邊會出現l的訊息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call CI 然後存一個變數用get instance的方式 然後去拿到CI整個物件的位置 然後一樣我們去做一些image library的 initial resize 然後可以這樣 那我們define worker的話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樣就是在CI裡面的話就是 我們去定義 會有個addwork function這個函式 然後我們就定義resize的話 我們就要去call CLI裡面的image resize這個方式 那我們一樣定義一個queue 然後我們去對應到CLI這個control 底下的email underscore queue這個方式 那我們就是要啟動這個work的話 很簡單 在CI裡面的話就php index 打php 然後CLI work 然後它就開始跑了 那跑的過程中 你可以寫一個serial script來跑 比如說你可能要支援五個work 那你可能就是透過這個serial script 把紅色字改掉 就可以換成你要一次要跑幾個work 那關於Job的 Job這個data 就是我們剛才存的那個 互相丟字串的變數 盡量不要pass超過2GB的object 那因為這個是官網它提供這個數據 那基本上我目前看起來的話就是 基本上不太可能用超過 超過1mega的字丟來丟去 對所以 它因為gearman它不是一個data center 所以盡量不要丟那種很大的字串 來做處理 所以我們就需要 keep your message data small 就是amazon它有一個sqs的message的服務 它的limit限制是256k 那它既然限制256k 那我們基本上gearman的話 就盡量不要超過這個數字會比較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scalability的問題 那首先的話我們看到這個架構 這是比如說你有兩個gearman的話 兩個job server的話 那就是你有好幾個client的application 那你可能有physen的application 那你可能要把physen的application做成一個gooper 然後丟到某個gearman的server 那phd也是丟到一個某個gearman 那它們底下的work是一起同步的 OK 所以你的話就是你可以看你的client 或work有多少可能 就可以隨便自己去定義 那client setting的話其實有點複雜 就是因為你client1跟client2的話 就是用gearman1的server 所以你要在那邊設定一次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3跟4的話 用gearman2的server的話 那work設定的話一樣 它就是每個work你就要設定1到4 1到4的server的話 你就要設定兩個IP 兩個1到2的IP 因為你有兩個gearman的server 那如果你要新增一個job server的話 那你要改全部所有的程式 因為所有的設定都要改 那就是你要甚至說你要改一個deploy的tool 因為你這些server的話 到最後你要deploy到上面去嘛 你所有程式碼都要去做變動的動作 所以大家都不喜歡改那種config的設定檔 所以我們要improve這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的話其實可以改成 大家要全部所有的client 然後透過一個proxy的server 然後這proxy server去做job server的管理 然後這個job server的話其實 然後再把job server拆開 也就是說你的worker 就是不要去跨job server 也就是說你的job server 一個job server底下 你可能有100個worker 那他就是獨立跑在這個server上面 那另外的job server的話 就是管理他的work 所以把這個架構拆出來的話 統一用proxy的server去跑的話 這樣是會比較好的 這樣的話你下面的worker的話 就不用去設定說 你要再設定一個IP 把另外一個job server設定進來 所以大家這樣的話就是很獨立 那看一段的話其實就很簡單 他就只要記住 你proxy是哪個設定檔就可以了 那我demo一下email queue的東西 今天的話就是整合email queue 首先的話今天的email queue的話 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我今天寄信一個使用者 那我這個使用者拿到信之後 我會forward到我的機器上面 那我機器上面會寫一個 會寫一個client run application 用physen寫的 然後去Listen 某個帳號的email的狀況 那Listen到這某個email的狀況之後 那我就把email寫到 寫到gearman裡面去 OK OK 其實大家可以開一下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 大家可以開一下這個網址 那個bit.ly 然後slash page conference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 它會導到一個 一個page 那這個page的話就是 我寫一個demo page 那其實這個page很簡單 就是 當我寄信給一個 寄信一個text message 到一個page conference 2013 at gmail.com之後 你的email訊息會秀在下面 那這個delate時間的話 就只會存在於說 Gmail什麼時候會寄信給我這樣子 它不會再有任何delate 因為以前的做法就是說 我可能跑一個 空的script 然後跑在背景 然後去做一些處理 那這樣會有delate的時間 那今天的話就是 今天的話就是 直接寄信給這個使用者的話 你的畫面上面 就會去show這個訊息 那這email queue的話 其實demo起來的話就是 它的架構是這樣 就是它的架構的話就是 我的client的 我client的application 是用physign寫的 那physign去monitor 某個帳戶底下的 email的狀況 那另外一台 就是上面這個是我開的worker 這個畫面是我的worker 那這worker的話是其中一台 那中間有個 中間有個架構叫HA-prosy 那HA-prosy的話它去listen三台 所以我總共會有 我這邊也會有一個worker 所以你看這是 這是剛剛那個底下寄的信 會跑到這邊來 所以它整個架構的話就是 整個架構的話就是 符合這個 符合這個 符合現在現有這個架構 所以 所以之後的話就是要擴充的話就是 直接 HA-prosy那邊去做設定就可以了 那其實大家看到這個畫面的話 其實我要測試的話是很簡單啦 就是 大家別hack一下 這個是這個是 那個隨意寫的不要hack 不要hack 其他做法就是我現在是模擬一個 模擬一個記性的動作嘛 就是我去改一下某個帳號 帳號底下的東西 那某個帳號底下的東西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 它 就直接 這搭配Node.js的東西 就直接送到 送到前端來 對 那這其實前端就是 前面的email的話就是 綁定一個gmail嘛 然後透過gmail的方式 就是要去 forward forward 到我的機器裡面 這樣子 那中間的話就是有透過HA-prosy 那HA-prosy的話其實就是 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OK 那這是HA-prosy的一些 states的介面 那基本上它就是 綁定三個gearman 那三個gearman 那三個gearman 就是用rubbin的方式 就是去分配walker 所以基本上 你的gearman有多少台的話 那你每個gearman 下面的話你可能 跑一百個walker 或是跑幾個walker 都可以 那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 透過 透過gearman去做分配工作 那所有的client端 它只要去 listen hra-prosy的IP 跟port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的demo就到這邊 那大家不知道 對gearman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gearman蠻簡單的 那網路上可能還有另外幾套 另外幾套的方式來實作 那gearman來搭配CI的話 是蠻容易的 或是說你要去搭配其他分額的話 我有嘗試過其他分額也是蠻容易 把整個服務搞起來 所以email queue的話 就是大致上 大致上是這樣做 總之就是去decent 每個 使用者所有的email狀況 然後 透過fysm的方式去把 把email的 一些job 然後分配給其他work去做處理 因為 基本上 你後面的工作如果越大的話 基本上就是 透過work的方式來去做分配 OK 大家對gearman有什麼問題嗎 或者說對於CI的問題 也可以提出來 那CI的話 因為就是 今年比較有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的CI現在是 就停擺狀態 那CI停擺狀態的話 就是 他們現在就要找新的 新的 新的 新的客戶去來說 整個把CI的open source 就是這個project 整個接過去做 那基本上 我對於這個看法就是說 因為CI現在就是 停止開發新的feature 那停止開發新的feature的話 基本上它所有的 所有的bug 所有的 所有現在CI3.0的功能 在上面上有部分有 那但是說了 就是 bug部分的話 其實陸續都有用 prorequest的方式去做 送給CI的官方 給官方 那大概有看到說 CI官方大概只剩下一個人 再去maintain這整個open source 的code 那它maintain的話 其實 maintain open source 最主要是說 有人要去把review code 然後review code之後 把整個code merge 進去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重點是 現在CI它是還是有這個人存在的 所以基本上 大家也不用去擔心說 有bug的話 就是 該怎麼去解決 那其實就是有bug的話 我建議說 如果大家想要用新版的CI 我就覺得也是蠻穩定的 那它支援蠻多新的feature 比如說像CI 在本身 2.1.4之前都沒有 都沒有 native的session library 那基本上 他們之前在討論這一塊 再還沒說 就是找新東家之前 就已經有經過一番討論 所以現在也 在新的developer source code裡面 也是有 這一部分的code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 有在用CI開發的話 我個人建議的話 是用最新的版本下去做開發 會比較不錯 因為它支援的 比如說支援一些 SQL的東西 他們也修正了一些 MS SQL的問題 或是MySQL的一些support 他們基本上都有更新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大家想用新的 CI的code 會比較適合 那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 其他問題 那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 那大家回去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玩這套 最主要是說 它是可以跨城市園 它是可以跨城市園 啦 大家回去可以試試看 跨城市園呢 好處蠻多的 就是 像 你這些Email的Monitor 你不可能用PG一下去寫 那當然是可以用PG一下去寫 但是網路上找到很多很多很棒的Library 它其實有做到這樣的功能 那就把很多Application都在一起 把這整個流程串起來 對其實都非常快 那就是它最主要是Gearman 它在分配Job的時候 它也幫你處理掉 那你也可以把所有的Gearman的Job 全部都是寫到Database裡面 它Always都不會消失嘛 除非你的Gearman Server掛掉 那基本上你的Walker 如果處理到最後掛掉 或是沒有啟動 它其實都沒有關係的 你只要將來的時候 把Walker把它啟動起來 它就陸續的幫你把全部的所有的Job 都處理完成 那這次 這也就是說它是零Delay的動作啦 你不用再去 在ETC Chrome Table底下 去把寫路很多排層嘛 就寫路要處理什麼事 每分鐘或是每五分鐘 每十分鐘跑一次那種 都可以整個去掉 因為它這個就代表說 你的即時性嘛 你透過Gearman的話 它其實就直接去啟動 你的Walker下去做 做動作 所以你不用去等那個 Linux的空Table 去做Delay這個動作 OK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這場就先提早結束 如果大家私下有問題的話 歡迎再找Apple Boy來聊一聊 嗯 那我們 我們在後面的會場的攤販上面 有賣我們去年PHP Conf的T-Shirt 那還有我們今天晚夜的門票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後面去購買 謝謝 謝謝